大家好 今天国际世卫组织在武汉的这个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呢 今天终于对外公布了 这个调查结果呢 基本上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调查结果公布以后呢 还是有意外的情况发生 那么大家呢 跟江泰公呢 一块看一下这个情况 首先啊 我们把它的这个调查报告呢 给大家讲一下 实际呢 它就是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华南海鲜市场 不是这个病毒的最初源头 这个首先就把这个伏定了 因为最初人们都怀疑呢 这个病毒是从华南海鲜市场传出来的 现在调查组就给你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病毒不是从这传出来的 这就是直接把这个人们的第一大猜想就给你伏定了 而且讲得很坚决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 你想那是2019年底就出现的疫情 到今年呀 都一年多过去了 况且这个华南海鲜市场 找被拆迁了 都一为平地了 新的绿化都出来了 那还有个鬼呀 那就找到证据 他现在就是说了半天 在那呢 没有找到证据 所以就排除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把这个蝙蝠跟穿山甲给平反了 就是说呀 这个病毒啊 有可能是通过中间的戒指 传给人类的 但是呢 经过现在的这种排查呢 发现不应该是蝙蝠跟穿山甲 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病毒刚出现的时候 就是中共甩锅呀 这个病毒可能是蝙蝠身上的 后来呢 又说是穿山甲的 后来又说了别的好多动物 这个现在都服定了 不是蝙蝠 也不是穿山甲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 觉得这个水雕跟猫 对这个病毒具有高度的易感性 所以这个中间的宿主呢 可能是水雕或猫 不管这个病毒是从哪来的 但是它在最初的时候 它不会直接传给人 它中间呢 必须要通过一个戒指 那么这个戒指呢 现在有可能就是水雕或者是猫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蝙蝠跟穿山甲呢 是平反了 但是呢 这个锅呀 现在呢 又甩到了猫 跟这个水雕的身上 特别是甩到这个猫身上 确实我觉得有点不地道啊 那你没有确定你咋这样说呢 你要想这个全世界有多少爱猫人士呀 对不对 你包括张太公也是个爱猫人士呀 这么多年养过好多只猫 我觉得猫太可爱了 现在你把这个锅甩到猫身上 是不是又会在中国那个地方 掀起一股杀猫运动呢 对不对 当年说这个非典是果子里带来的 你想杀了多少果子里 那么现在又把这个锅甩给猫面 如果再有近似的疫情 是不是会掀起一股杀猫运动呢 这说一下没有根据的东西 那么那个水雕跟人类不太接触 但是你说这个猫 那就是人类的朋友嘛 你没有确实的证据 你不能乱甩这个锅呀 按照中国人对动物的那种狠毒性 那一旦让猫背上了这个锅呀 一旦再有情况呀 那猫肯定会遭到一场大的沙漏的 所以我对他这个甩锅 我很生气 然后第三个呢 他现在又是这样说的 这个病毒的爆发点是在武汉 但是最初的这个病毒 未必是在中国 他说别的地区也有近似的病毒 这个呢在这里头也是讲得很清楚的 因为他这个调查呢 不只是对中国进行了调查 对全世界好几个地方呢 都同时进行了调查 他在这个报告里头说呢 别的地区呢也先于这个武汉的爆发啊 发现了近似的病毒 这就成了一个悬案了 就是这个病毒呀 未必是起源于中国 这是他的第三个意思 那么第四个意思呢 就是他讲了这个病毒啊 传播的四个途径 这四个途径呢 实际都是他甩锅的一个借口 第一种呢是通过动物直接传给人类 第二种呢是这个病毒呢 通过中间的数组然后间接的传给人类 第三种呢通过冷链传到中国 第四呢就是通过实验室事件 引入呢被认为是个极不可能的途径 就是他没有直接哪个肯定的说不可能 但是他表述成了极不可能 那就是从实验室啊 把它泄露出去几乎是不可能 那这样一来就把中国呢甩得干干净净 这些病毒你看跟中国没关系啊 发源地未必是中国呀 对不对 然后从实验室泄露几乎是不可能 而且呢你看啊 他有可能是通过冷链传进来的呀 那么冷链这个冷冻食品从哪来的呢 从外国来的嘛 对吧 然后呢又甩锅给动物 有可能是自然界的病毒 然后先被水雕或者是猫这样的动物感染了 传给人类的 反正怎么说跟中国没有关系 实际当前听到这啊 就觉得这次这个调查呀 完全是扯淡 完全是骗人的 完全是这个调查组啊 跟中共演的一场双黄蟹 就是骗世界人民的 那么这个病毒的起源在哪呢 实际他们自己的解放军报 就登得非常清楚 在2017年的时候 解放军就把他们当作一个科研成果 公布过这个东西 就是说他们从蝙蝠身上呢 提取了这种病毒 经过人工的修剪 培养出了一个新的病毒 那么这个病毒武器呢 是别人没法防的 这个不是我编的呀 这个大家从这个新闻资料上 都能找见呀 包括解放军报 包括那个中央电视台的军事频道 都报道过的事情呀 对不对 但是他们现在辅任了 就是说在所有的途径中 通过实验室泄露 这是极不可能的一种途径 想到这儿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调研结果啊 就是扯淡的 就是骗老百姓的 就是骗世界人民的 这里头谁会信呢 这可能是五毛粉红会信吧 还有大部分 无脑的韭菜会信吧 那么外国人会不会信呢 对不对 现在啊 出来一个最搞笑的情况 现在谭德赛不愿意了 谭德赛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呢 做出了令人惊奇的一个举动 谭德赛要求呢 对中国的一座实验室 是否泄途病毒造成感染呢 要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查 这是老谭表的态呀 大家都知道嘛 谭德赛呢 中共派到世卫的谭书记嘛 为什么这次他出现这样一个表态啊 让很多人呢 真是摸不着头脑 你这个书记怎么会叛变呢 对不对 让人想不通 我们可以这样大概参想一下吧 一种情况是 谭书记良心发现 觉得这个病毒呀 给全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 他作为一个世卫组织的领导人 以前说了没良心的话 现在呢良心发现 就是要还真相于天下 这个可能是一种情况 就是良心发现了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这次调查主呢 没有谭德赛 他没有轻思带队 没有轻思带队 可能也没有啥吧 但是呢 可能中共给他的那份好处呢 没有及时到账 老谭很生气 明明这些事情 都是我在后头参与的嘛 你没有到账 你这不是帅我老谭的嘛 你以为我不亲自去 我就不能影响这个调查结果了吗 你把谭书记真不当干部呀 谭书记生气了 所以呢 就是狗咬狗 把这个事情给挑出来了 我对调查结果不满意 那个实验室 你们没有查 我要求重查那个实验室 这是谭德赛的一种这样的心理 就是这个主子呀 该给他的一块肉呢 没有给他 没有吃上 心里头非常的不爽 然后是对主人呢 反咬一口 我看了半天 谭德赛呢 也只有是这两种心态 能做出这样的举措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反应啊 现在呢 就是美国等13国呢 都对这个调查结果呢 提出了质疑 就是不相信这个东西 确实他讲的那些东西啊 谁相信呢 那个示威区调查的时候 前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传出来的那个资料 到哪 两边都是保安人员 把那个围得死死的 这些人员啊 他根本就见不到真正的群众 真正的场地 他也去不了 人家让你到哪去 你就到哪去 你说他们能取得什么一手资料 这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吗 然后这个美国前国务卿蓬佩 他就直接指责 说这个联合报告呢 就是示威与中共联合上演的假面舞会 继续掩盖这个真相 他指责谭德赛驱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最关键的时刻 隐瞒了人传人的真相 他就指责那个最初的时候 中共这边也说 这个病毒呢 不会人传人 这个话我们都听到过 让大家不要惊慌 不会人传人 谭德赛呢 也说了这个不会人传人 所以呢 很多国家呢 都没有设防 这样的话 把这个病毒传到了全世界 这里头呢 人们最可疑的就是 武汉封城以后 中国境内的各个机场 都不接待武汉人了 但是对飞往国外的国际航班 武汉是放开的 所以当时就有超过十万的武汉人 在那个阶段飞到了全世界各地 这就是外国人提出最大的质疑 所以这里头蓬佩奥继续说呢 武汉病毒研究所 最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 世卫组织与北京是共谋 这是蓬佩奥看到这个报告以后 表的一个态 所以这个事情到这一步呢 我想不会完的 你想这样一个假的东西 他只会激怒这些西方国家 这个西方国家呢 这个中国人 好多人呢 也不是太了解啊 都是拿中国人的那种思维呢 去考虑老外 而且呢 包括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很多人一说都是 那老外笨得很 老外的脑子都是一根筋 他们觉得中国人比老外聪明很多 他们是这样想的 实际你想想 这些世界上伟大的成就 中国人创造的有几个 你像这个两千多年前的 罗马跟希腊 那个时候的文明 已经是很高度的一个文明了 我们现在初中高中 学的这个数学几何 都是当时希腊人学的东西嘛 中国人怎么能自大到那个程度呢 再说这个近代的发明 中国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就是不能假定啊 这个老外呢 是非常笨 不能这样子 这个文化的根源不同 西方这个文化呢 它孕育出一个东西啊 叫做契约 中国这个文化呢 孕育出一个东西呢 叫做谋略 这两个是不同的 西约就是大家讲一个规则 那么这个谋略呢 就是勾心斗角嘛 你老是去猜忌别人 老是去陷害别人 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同的 所以说这个事呢 我们不要急 前面呢 可能这些人呢 就是在等着你这个世卫出这个结果 出来以后 看看能有什么交代 我想这些人呢 先是从这个正面呢 来看待这个世卫了 希望世卫呢 出一个很客观公正的调查报告 结果现在一公布一看 这完全是跟中共自己写的一样嘛 马上你看这13国提出了不同意见 那么这个结果 是不是谭德赛也没有预料到呢 谭德赛是不是这个时候 也觉得做的太过分了呢 所以谭德赛也不愿意了 我们可以说现在这个结果啊 是真正的怒怒了西方世界 就是这些文明世界吧 那么这个事呢 我想也不是孤立的 就跟我前天那个节目说的一样 为什么这次新疆棉这个事情 能闹得这么厉害 那就是别人彻底对你中共绝望了 就是觉得不给你中共一个狠的呀 这个事情啊就不可能解决 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就是诡辩 就是没有一点契约精神 这个观念也不是我说的嘛 你看中国多少教授就说 中国人就是抄西嘛 我一抄抄得世界第一了 现在一看没有人可抄了 所以老外都嫉妒了 现在很多专家教授是这个观点呀 对不对 但是这种行为 这些西方文明社会呢 觉悟了 现在一看你中共呀 也确实不可能改变 所以最终呀 我觉得形成一个反共的联盟啊 这个是有可能性的 以前呢 中共跟这个各国打交道的时候呢 都会有近似的事情发生 但是国际社会呢 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合力 那么这次啊 通过这个病毒 这么多国家是看清了中国的面貌 所以才有了这次新疆棉事件 这么多品牌联合起来围剿中共 都把中共弄得挺难受 如果武汉疫情这个事情 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的话 我认为西方世界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的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